日前,据西班牙足球先生报道,贝尔已经和黄马主帅洛佩特吉,进行了一次私下的沟通,而虽然洛佩特吉对他进行了挽留,但贝尔并不保证他仍会留在黄马, 他仍然渴望回归到英超,而麦莲是他最有希望登陆的下家,C罗德离开,让黄马需要一位新的一哥,而贝尔的未来也备受关注,在上赛季欧冠军赛之后,贝尔称自己将考虑未来,因为他虽然随对夺得欧冠,但却是度过了一个糟糕的赛季,因为他在上赛季从缺少足够的出场机会,但C罗德离开, 让贝尔忽然成为如今黄马最大的球星,而且将他变成轮换角色的主帅奇达内也离开了,所以贝尔也没有必须离开的理由,新主帅洛佩特吉也非常期待贝尔能够留下, 毕竟狂马已经走了奇达内和C罗两大主星骨,作为球队目前新一哥的贝尔再离开,必然将让球队伤心动骨,所以洛佩特吉为了让贝尔打消离开的主意, 特别拉上这位有望接班一个位置的维尔士国角,巴夏进行了一次沟通,他希望在飞罗离开后,贝尔能站出来,挑起一哥的胆子,但洛佩特吉没有想到,在沟通之中,贝尔却并没有像洛佩特吉想象中那样被舒服, 他对洛帅表示,自己并不能确认会在黄马继续效力,想法他对回归英超非常乐观,他在热词效力时候,曾夺得2012-13赛季的英超最佳球员荣誉,而且作为英国人,他自然也更倾向于回到英超, 如今,对贝尔有兴趣的夏佳有曼联,托特纳姆和曼城以及切尔西等球队,但实际上出路曼联和曼城之外,托特纳姆和切尔西的可能都不大,托特纳姆很难满苏贝尔如今1800万的年薪,而且尔西没有欧观资格,要吸引贝尔也非常难,所以贝尔预期的夏佳还是曼联,对贝尔,皇马方面开出的价格, 大致值1.5亿欧元,要得到贝尔,虽然球员已经放心安徐,但要让皇马点头,曼联还需要和皇马进行一番讨价还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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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